嘿嘿,来了哦,嘿嘿,来了哦,嘿嘿,几鬼 嘿嘿,来了来了,咱们今天来玩亡灵模拟器 哎,这个是浪哥我迄今为止将来最奇怪的游戏啊 游戏开局只有一座宝,小兵全靠送 我们呢,需要将简单的一些零部件重新组装 拼作中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兵 他们呢,会自动探索地图,收集资源和新的零部件 用来扩大再生产,保护城堡 哎嘿,找到一座矿场啊,它可以为我们生产矿石 那这个矿石有什么作用呢?别急,看一下去你们知道了 OK,小库柔呢,又发现了多建筑 这个建筑呢,每天会由我们生产一些肢体的部件什么的 好,那咱们先不管它啊,抓紧时间,合成下一个小兵 嗯?这是 哦,家伙,居然还有昆昆的部件 只不过啊,只有鸡头,身体,还有一只鸡脚 那剩下的部位,咱们给它凑个法杖 右手呢,再装一个盾牌,脚的话来一只瘦脚吧 呃,居然需要97点药水 啊,没关系啊,药水不够,咱们还可以出售零部件 把这些低等级的零部件呢,全都给卖了 不许,还卖了8点 这,要不,卖昆昆的一个身体吧 你干嘛 喂,不是吧,还不够 难道真的要我,把剩下的一个头也卖掉吗 呀,别呀,别呀,哥哥 过来 nice,又有新的部件到了啊 那这样就好办了啊 出来吧,爱昆 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 喜欢唱,跳,rap,篮球 好家伙,除了左右手的装备以外 咱们的爱昆居然还可以发射篮球进行攻击 兄弟们,这不得给咱们的昆昆点个赞吗 啊 除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技能辅助我们发育 第一个是召唤一只魔法猫咪 猫呢,可以帮我们拾取资源 第二个技能是磁铁 使用之后呢,可以增加我们小兵的拾取范围 接下来这三个就比较厉害了啊 首先是天雷 使用之后可以召唤出强力雷霆 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最后是腐蚀技能 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城堡会释放出大量毒气 阻止敌人入侵 最后是传送技能 他可以瞬间将我们的手下移用到我们的城堡进行防守 哎,我们的小兵打掉敌人巢穴 并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图纸 学习之后,每秒可以恢复我们基地少量的血量 哎呦,不错哦 是啊,没想到打掉巢穴还能有这种好处 那正好,经过一段时间发育 我们已经集齐了所有昆昆的配件 好小伙,昆昆手里居然拿了两个大喇叭 走 走,咱们控制昆昆 指导敌人巢穴 唱跳RAP 打篮球 perfect OK,经过我们公共的一波巡回演出 咱们收集了大量的肢体灵部件 其中呢,甚至还有不少的机器人的部件 好家伙,僵尸与高达合成 啊,这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吧 虽然咱们已经有了这么多资源 但咱们也不能胡乱合成啊 这里的部件呢,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属性 咱们啊,只有合理的分配合成 才能最大化我们的生存能力啊 比如呢,我们可以将高达的所有部件 全都放上去 但唯独两条腿 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东西 这样呢,我们合成的小兵 速度就会变成复数 可以最好地守护我们的城堡了 那如果我们想要快速开图和占领寺院建筑呢 就可以使用一些轻便的部件 就比如这一套组合 它是目前版本速度最快的组合 这两种组合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两者相辅相成 如果非要形容它们的话 那只能是两个字 无敌 你有什么可豪横 给我狠狠的造成 别别别别 不要不要 不要啊 嘿嘿嘿嘿嘿嘿 好了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后来呢,又玩了几次 最高啊,已经活到18天 不知道你们能重复多少天呢 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交流哈 那最后,大家别忘了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